这段视频出自薰叶千秋 由中国导演黎明伟拍摄 这是1924年的少官南校场 孙仲山正在群众面前发表演说 他在演讲中说到 北洋政府的腐败 日甚一日民不了生 所以我们因为国家民族 打倒这些官僚军阀 以求国家统一 民族自由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召集军队开始北伐 然而事情进展并不顺利 北伐军预定八万 实际上来了不到四万 当时税收大都掌握在军阀和英国人手中 军队连出发的费用都没有 但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这年11月 孙中山受冯玉祥邀请 决定服并北上共商国事 孙中山认为 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 由在推到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然而好景不长 孙中山在北京病情加重 于1925年3月逝世 这年7月 蒋介石出任北伐军总司令 再次北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